什麼 沒有,這就是之前 去那邊的時候我也是這樣放啊 我就說光放一個水晶 然後我剛好找到了幾個古幣嘛 然後我想說就不會這樣 對啊,這真的啊 然後我就想說 沒事就挨著那個水晶 然後那個水晶 這是桃花嘛,對不對 對... 那我就想說那放一點 那個桃花要稍微那個... 想要桃花對不對 桃花來稍微要差不多有一點點這樣 這是桃花啦,要帶錢 你要帶有錢的桃花來 是不是這樣才好 這樣解釋沒錯啊 這是我自己天馬行不亂想的 沒有,這是真的啦 真的嗎 因為一般第一個來說 我們所謂的奇心症 大部分來說 它用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 要你需要的東西不同 比如說我用粉紅色 那麼以桃花為主 我以綠色那麼就是正才為主 黃色偏才為主 那我想要開智慧我會用紫色 所以用不同的顏色 它有不同的功效 第二個 那我們通常五帝前是認為說 民間認為說可以提升這個第七 那第一個我希望 我們一般通常在擺放的時候 有幾種擺法 第一種就是像它這樣子八個 我不只八個 二、四、六 九個耶 但是應該有一個不是吧 怎麼會是拿掉一個 來,發送一下 什麼 八個 八個,八個可以嗎 好,上面你要仔細看 一定要是順智、康熙、頭正、前樓 兩千 我現在在寫大了 已經放口罩 宣筒不用,宣筒給你 宣筒不用嗎 宣筒不用嗎 不用啊,宣筒就是已經 我們講清朝國是已經 敗落的時候的工具 敗落 好,我幫你 那我看還沒宣筒 沒有 沒有啦 其實它有時候擺到那麼多嗎 不是前面五個六個 不是五個就好了嗎 好,我們一般來說 通常它擺這個所謂的 我們剛推到七星鎮的時候 它可以圍著這個圓盤 每一個 像時鐘一樣 那麼擺放八個位置 那這個八個位置呢 代表東... 我們講說東、西、南、北 東南、西南、東北、西北 八個方位的財 能夠聚集到我家來 好,第二種呢 是放十二個 十二個的話呢 通常代表我們一年有十二個月 是要年年、月月、日日、時、時 我的財運都能夠非常的順暢 桃花都能夠圓滿 想要加強水晶七星鎮的效力 方法很簡單 只要把五滴錢 以八個或十二個 圍成一圈就行囉 但忌會使用宣筒的錢逼喔